这啦 现在的话快就有点了 这不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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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所在今天下午的14時19分時 接獲民眾報案在中青路跟太原路口 有發生一件行車糾紛以及打架的情勢 本所立即派遣人優勢的警力到場查處 現場發現有三名被害人持辣椒水及球棒 在攻擊一名男性的被害人 現場我們就依妨礙秩序的現行犯 將這三名嫌疑人現場押制逮捕 並查扣辣椒水及球棒等相關證物 經調查發現被害人及一名女性的乘客 他們在開車行進這個路口的時候 疑似被這個嫌疑人開車從後方追撞 那追撞之後 這三名嫌疑人就趁這名男性的這個駕駛 下車查看的時候 他就持這個球棒跟辣椒水直接攻擊他 造成這名男性的被害人 他臉部遭辣椒水噴灑 以及身上有多手腳有多處的這個差錯傷 那自行就醫之後已經沒有大礙 那至於這個詳細發生的原因 那本所還在這個持續偵辦理清中 因為現場是直接從後方追撞 至於說他有沒有一路尾隨 這個我們還要在釣月前刺器去做理清